11月中首都现身非洲国家波扎纳的新变种病毒B11529现在在南非快速蔓延 短短两个礼拜当地就出现70多例的确诊 而且不少都是完成接种或曾染疫的痊愈者 专家研判当地新增确诊者中高达90%都是这种被称为疫苗核心的新变种 英国周五起紧急禁止来自南非、纳米比亚、赖索托、波扎纳、史瓦地尼和新巴威六国航班入境 新加坡也跟进名单中还多了莫三比克 超强变种病毒陷宗也冲击雅谷 日经指数收盘重挫2.53% 南韩综合指数也下跌1.47% 世卫组织紧急针对超强新变种召开会议演商 葡萄牙宣布下月起室内场所都要戴口罩 进入餐厅旅馆要出示接种证明 而单日确诊超过3万多例的法国不打算封城 要加快施打第三剂 法国18岁以上接种满5个月的人都开放打第三剂疫苗 不过超强变种以攻破疫苗的保护力 对全球人类产生新威胁 TVBS新闻送货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